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其实可以重一点 胡椒面 姜米 葱段 花雕酒 淋上少许生抽 再一个少许清水 挤破葱段 把预期泡在盘中 每个十五分钟放个身 腌制两个小时 准备少许姜米 大刷用刀撇破后多歇 清五小米来过少许 多洗和备用 再把少许的葱花 香菜水 起锅 锅中加适量清水 把鱼摆入蒸盘中 因为家中过去尺寸不够 只好把鱼剁成了两斤 摆上几片生姜 在每条鱼放上少许的猪油 这样鱼肉更黄 这是重点足够比酒 锅中水一开了 就把鱼放入锅中 大火蒸十二分钟 重新炒口效果 加油 烧热了就投入生姜和蒜末 炒香 端鱼火口 倒入清五小米了 利用油的余温快速翻炒均匀 撒上香菜 葱花 调入盐 别糖 胡椒面 浓缩鸡汁 蚝油 生抽 二层抽 花仙螺 三圈水 要搅拌均匀 时间差不多了就解开骨杆 清除蒸好的鱼肉 把鱼重新搬入盘盘中 浇上调好的调味汁 美味几层 学会的点赞 没有学会的点赞后再看 哈尔鱼肉质交错 主要可以使鱼肉更为软滑 裹上些细青红辣椒的甲汁 入口的瞬间 春池之间瞬间被几起 咬磨久尾 咬磨焕然一新的甘蔗 细细平稳 谈恋下一次的张罪 死方死谁 一万人间烟火 我是厨子 下期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